我们继续来讲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生命之道 耶稣 下 这是我开始 逐章 逐段讲解 约翰福音的第一讲 当时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一段的内容比较丰富 所以我上个主日讲了上 我其实就说 我要讲到这里就好 后来还讲不到那里就停了 因为比较丰富 比较丰富 那今天我要把它讲完 今天我要把它讲完 好 我今天讲我们的信仰 之前次我们已经提到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 所以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作为神的儿子的耶稣 他最清楚的表现 他最清楚的表现 就是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耶稣是怎么样 他就活怎么样 意思是神所造的人 就是你我 本来 因为我们是唯一受造的时候 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其他他所造的 无论是树 无论是星辰 日月 无论是土地 无论是山川河流 都跟他不一样 最像他的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 跟样式造的 我不去处理这两个希伯来字 意思就是我们跟他是 非常非常的类似 因为我们是跟他 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们应该活出 他所造的人的样子 好 我再做一点点的比喻 上次我已经讲了 我再帮你恢复一下 因为有点难 你看橘子树 橘子的种子 长出来就一定是橘子 对不对 你不会种橘子的种子 长出苹果 不会 因为它是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们既然是造的 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所以我们活出来 应该要有神的样子 这是神的期望 但是今天所有的人 包括我在内 我们想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 对吗 我们想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 我们想做到 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做到 不仅如此 这个已经很辛苦了 更困难的是 我们也不能控制 不去做那个 我们不想做的事 后面这个其实是更低的 对不对 前面那是很难的 我想得到 我要爱人 我做不到没问题 没办法 可是是 我不想恨人 不想恨人 我想办法不恨人 你越想不恨人 你就 你们还好吗 我是很严重的 我有时候睡不着觉 这个人怎么这样对待我 不要恨他 上帝对我这么好 然后就睡不着觉了 你不想还睡得着 你一想就睡不着了 所以你不能控制 不去做那个 不想做的事 不想做的事情 我想上次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 不懂这一段 你一定要去听 上一次讲的一 由于这个概念 很抽象 它是一个理论 而且它很深奥 所以不容易明白 我盼望你慢慢慢慢 能够明白这个问题 你也常常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为什么我看到这件事情的 反应是这样 你要问为什么 就对你自己有认识 你这样训练了几年之后 你就越来越知道 人 我讲到人就是你我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 其他的动物 我们是可以这样的 他们是受到他们的限制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在里面 而根据耶稣 根据约翰的记载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就是跟神 有一样生命的耶稣 他想得到 他就做得出来 他想得到 他就做得出来 他想到的东西 他就能做出来 他不想做 就可以控制自己 这个是我们对自己 最大的期望 就是我能不能这样 我先讲 我先讲 你能 但不是现在 有一天就能 如果 努力一点 今生大部分都能 今生大部分都能 我看到 Alan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听不见 没关系戴口罩 对 他那天问我 因为我出去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刚才我一时闪神 你答案讲了没有 你问题答案讲了没有 他说我没有听到 那我就说还没讲 因为今天才要讲 你怎么样可以 想得到 做得到 我今天才要讲 所以我太太听到 我想了一半 他就跟我说 他跟我换 所以今天我继续讲 把他讲完 这样你们才不会 拉太久又忘了 我们耶稣是 想得到就做得出来 他不想做 他就可以控制自己 这个是我们 对我们自己 最大的期望 是不是啊 你们是不是这样 是嘛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说 我想杀人 我就杀人 我讲的不是这个 明明知道 对不对 大家不要找麻烦 感谢主 我们因信 而从他所得的生命 我们可以渐渐的 一步一步的 把神的生命 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是我先做一个 简单的答案 然后我等下会讲下去 有一天或许我们也可以 尽量把心理想做的 都做出来 我告诉你 那是个很喜乐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 慢慢的训练过程当中 已经比较能这样了 我现在比较真实的活着 你是不是真实的活着 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点头 你都没有好好想过 要真实的活得不容易 要真实活得不容易 而且你还不能说 比我好的 我就跟他在一起 比我不好的 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 你良心也过不去 对不对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 比我好的 我才跟他在一起 比我不好的 我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大家都不要在一起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我碰到很多人 有的男生 就是跟我讲说 李长老 我喜欢某某女孩子 我就说 他有什么好处 他就讲他有这个优点 那个优点 这个优点 这个优点 讲了很多 然后我说 我好想要娶他 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那你觉得你呢 听得懂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往 他说 他怎么好 我就是要娶他 我说那你觉得你呢 这样 他说我是觉得配不上 不过我总要很努力 那我有时候开玩笑 因为比较熟的 我会开玩笑 我说那个姐妹也不错 他说那个差很多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所以你觉得 我现在还在讲说 你觉得比你不够格的 你不要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拿那一个 那你觉得他 如果也觉得不够格的 他不要 大家都不是不要在一起吗 所以如果你的脑筋是清楚的 你会稍微一下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没有想过的 而且事实上你够不上的 你去够上了以后 还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结婚来说 还要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运气不好的话 对不对 对啊 越后面越难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那我们怎么办 第二 耶稣不仅他的所事 是他的所行 而且耶稣一方面活出了神所期待 我们活出来真人的样子 这个字好 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几次 我也在跟你们讲 圣经上里面讲很多真的东西 真的东西的相对 相对不是假的东西 真的东西相对的不是假的东西 什么叫真的东西 不是相对于假的东西呢 手机 假如是一个真的手机 对吗 他的相对 圣经里面讲的相对 不是指那个儿童 玩具那个假的东西 没有晶片 什么都不function的 不是 他所谓的真的东西 跟假的东西是指说 这个东西造出来 应该有这个样子 可是他英文说out of order 你知道out of order 不一定是整个碎掉 对不对 他是某个功能不脏的时候 他就叫做out of order 所以一个机器造出来之后 没有发挥他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圣经上讲的 相对于那个original那个东西 那个叫做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这个只是不function 那个function没有那么多了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算不算人 当然是人嘛 我们是不是真人 圣经上讲的真人 就是我这个人活出应该有的样子 叫做真人 但我们不是嘛 right 我们不是嘛 我们总有一个地方 我们觉得不满意 或者我们还蛮满意的 其实别人都不满意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弱点 我们有我们的缺点 可是耶稣却不是这样 他是活出来 他要活出来的样子 而且他的每一个行为 就是反映神自己 反映神会做的事 在这个地方 耶稣是行神机的主 对吗 我上次有提到 我再跟你们讲清楚 这个神机这个字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 叫做神机 对吗 重点在神 不在机 而且这个神是一个主词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 神机不是机很神 这样子 神机是主持神做的事 这样 所以我们称为 古迹 对不对 古迹就是人做了 放了很久 叫做古迹 对不对 也有鬼迹 对吗 就是鬼做的事 叫做鬼迹 所以神机并不是 这个事情很神奇 不是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 其实在约翰福音 它整个的原文 它就是不是用 Miracle这个字 它是用Sign 叫做记号 如果讲记号 如果讲记号 我想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什么叫做记号 什么叫做记号 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是记号 上个礼拜我一回去 我就接到我一个 菲律宾的一个朋友 发个WeChat给我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儿子到台湾了 他要到你的教会去聚会 这样 我说好啊 赶快过来 我们可以照顾他 然后他就把他的名片贴给我 对不对 然后我点进去 就到他那里去了 是吗 对不对 那我问你 那个名片叫什么 那就是个Sign 那就是个记号 我从那边就可以到这边 对吗 后来我就联络到他了 我说 他就说 他说李长老 我今天去聚会了 我说你去哪里聚会 他说临生南路 我说我直躺出来了 那他就跟我说 那 我说那你也可以留在 临生南路聚会 也可以过来 我们这里聚会 我随便你这样 他就说李长老 那我下个礼拜去 你们教会聚会好了 我就给他的地址 我请问你地址是一个什么 就是个Sign 一个记号 你今天来有困难吗 子杰 没有对不对 你是马上就来了 对不对 你就是有那个记号 对不对 很早就来了 他就有那个记号就来了 所以记号是什么 记号就是你透过这个 可以找到那个东西 或那个人 前两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 今天正好又兰的先生也来了 我没想到 我这个都是写好的 我不是因为你来 我才写的 我本来就写好的 两个礼拜前 我就碰到那个 艾伦 对不对 我们在那边聊天 你知道我很喜欢 跟那个年轻人聊天 聊得很开心 我就是我们留一个名片好了 这样 因为他要去英国 那英国 我昨天才跟英国那边 好多个牧师 一起 一起 这个 这个谈话 一起在Zoom里面聊天 那我就说 你到英国 你可以 有什么需要 你跟我讲 后来他说 他在英国很多年了 所以那不一定需要 有需要还是可以找我 然后找你爸爸 爸爸在隔壁 那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留一个 我说你要WhatsApp WeChat Line 还是 这个Messenger都可以 他就说 那Line好了 就找出来 然后就一按 对不对 就进去了 对不对 我一进去就Allen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他中文的名字 就把中文的名字 改成我要的名字了 这样 因为这样我就 把它做成一个什么 记号 这样就容易找到那个人了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你用这个记号就可以了 所以 耶稣是行记号的主 祂所行的就是记号 注意听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词 如果你一直把它变成 是一个很稀奇古怪的 神奇的我一祷告就有订单 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我一祷告病就好 这个不一定是神要给你的 而且这个也不一定神才能做 这样听得懂吗 重点是 这个是谁做的 而不是做的奇怪不奇怪 对我有没有好处 不一定 这样 这几天 前两天 明杰 是我女婿 她晚上 她在办公室就不太舒服 晚上要回家 两个孩子 她就 她就回去呢 就跟她太太说 说 我得住旅馆才行的 不然住在家里 万一传染给家人 对不对 她进去把东西就拿出来 就跑到旅馆去 跑到旅馆去以后呢 我听了以后我就说这样 我说你在旅馆 好不好不知道 对不对 万一不好的时候 你很麻烦嘛 那我说 我太太照顾我 照顾了十二天 十四天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有一套SOP 这样 然后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是给她的 后来我说你要不要过来 我们来照顾你 然后 按时间给你吃药 按时间给你吃东西 但是我们不接触 完全不接触 这样子 她画一条线 她不可以出来那边 然后我们家窗户的风打开来 然后把冷气开了 所有的风都吹出去 就这样 然后 秋华一天两次 用那个漂白水 把地擦一遍 然后家里放了酒精 到处擦 就这样 希望降低病毒量 我们不会得 其实我已经得过了 已经得过了 我已经好了 秋华照顾过 就到我们家里去 我们家里去 今天早上 李杰就来了 就说 把Coopers昨天晚上 头发烧 刚才在聚会的时候 我看一下手机 他已经快晒阳性 现在准备 要不要全家 干脆一起搬回去 你听得懂吗 就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种的话 三个人 要隔离 对不对 就是隔离那个人 要是三个人种 洪昌他们家 就是一个人出去 对不对 隔离的留在家里 把门开起来 对不对 把口罩也拿掉了 反正我们都得了 就干脆在一起 那那个没得了 叫他出去 讲到这件事情 礼节就压力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可是我就是告诉你 你就是心平气和的面对 你放心神 知道这件事情 讲起来容易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心里面 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你要注意 我没有说 我们可以躺平 我从来没在 躺平的状态 我非常认真 做任何事情 这篇信息 我预备了预备了 今天昨天晚上 还重写一遍 够意思吧 够认真吧 所以我说 我是写好的 Alan的名字 我都写上去了 我还写一个又男的儿子 没想到他爸爸今天跑来了 所以QR Code 是一个记号 上帝行的事情 是一个记号 最大的记号 就是我们心里面 面对一个困难 我们有平安跟笃定 这个是最大的记号 那个不是骗自己的记号 骗自己的记号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耶稣做了一个记号 那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这是上次的 我稍微再复习一遍 因为后面还有一段 比较清楚的 告诉我们 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就要来继续往下讲 第二点就是 我们的信仰的第一点是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把神 反映出来的那一位 现在更精确地讲 耶稣是怎么做的 他是怎么做的 第二 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 第二个部分 我知道有点难 不过 听众对你一定会有好处 你不用担心 素食比较容易饱 你马上产生能力 可是不能拉得很长久 这个不太好吃 加点盐 我会加点盐 加点粗 大家会好吃的 我们信仰的第二个内容是 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 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 就是道 这里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里提到的道 是什么时候存在的呢 叫太初 就是in the beginning 就是一起初就有道了 在太初的时候存在的 而且它的状态是与神同在 所以我与光州同在 就可见我们是两个人 对吧 如果你自己跟你自己同在 就没有意思 因为这个没有同在问题 没有同在 只有在 没有同在 对吧 所以除非你可以把你自己 分成两个 他与神同在 可见他们有两位 道与神同在 但是他又说道就是神 这里有点麻烦 这个跳过 我下次会跟你们解释 所以这里提到道这个字 那到底什么是道呢 到底什么是道呢 我可以告诉你 道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道 他与神同在 并参与创造万物 耶稣就是道 这个词 我现在我们把代换 大家都会代换 对吧 我们现在发现 道这个字的时候 出现道这个字的时候 你就念耶稣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预备 请 太初有耶稣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这耶稣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耶稣造的 因为这个道 它是一个位格 所以它就是指道 我来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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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事情 耶稣 约翰福音开宗名义就介绍耶稣 因为我也研究佛经 你如果不把那个背景弄清楚 你其实不容易读懂 其实佛经也蛮有意思的 你去读的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 你不要讲佛经 你讲中国其他以前的 那个比较留下来的文献 有没有 你要知道那个背景 你才读得懂 不然就是很难 不然就是很难 它这里说 太初有耶稣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但是那里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不直接讲太初有耶稣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它为什么要用道这个字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一懂了以后 你就会更知道圣经 是为什么这么有 这么真实了 因为这个是当时写的 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 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 那根据历史的记载 约翰最后是在以弗所 你们知道以弗所是在土耳其 现在的土耳其 以弗所这个城市 现在还在 现在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古迹 以弗所 以弗所 他为什么用道呢 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住在以弗所 然后第一版给人家看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以弗所的人 以弗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而且非常自豪的 自豪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出了一名希腊哲学家 在祖前五百年左右 他的名字叫做 那如果你看成中文 中文名字把它翻成 赫拉克利特 S不见了 因为在欧洲 各种语言的念法都不一样 你如果有那个Google的话 你去念 法文怎么念 英文怎么念 德文怎么念 英文 那个 美 美式英语怎么念 他念出来都不一样 那个S放在后面 有的国家的语言 是会把那个S都不发音的 像法国是最多的 S放在后面 他就不发音了 所以 中文就把它翻成 赫拉克利特 是赫拉克利特 他提到 到这个词 就是这个人 在五十五百年的时候 他说 蕴藏于宇宙之中 到现在他还是 希腊哲学的 大师 到现在还是 你要知道 到现在两千五百年 他还是大师 他说 蕴藏在宇宙之中 支配宇宙 并使宇宙具有形式 和意义的绝对神圣之理 叫做道 他把它下的定义 他下的定义 大家都遵守这个定义 当时希腊哲学家 并不认识神 但是他就用这个字 Logos L-O-G-O-S 如果你用英文发音的话 他当然本来 不应该这样发音的 Logos 来代表宇宙当中 支配宇宙 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 当然 对他而言 他的发明 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他不认为这个是神 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他是神 但是以弗所 以出了这么一个 伟大的哲学家为荣 到现在为止 你到以弗所去 你只要讲这 Herecuitus 他就说 你懂耶 来我们这里 还知道我们这里的 最厉害的人 当他这样写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约翰这样写的 他们就知道 就是那一个 支配宇宙万物的 一个特别的 智慧的代表 他就是自然 你知道吗 对 Herecuitus 他说 道就是自然 他就是宇宙的灵魂 这是他说的 所以当约翰说 太初有道的时候 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所有人都说 那要搞清楚了 我们一直不知道 道是什么 只知道隐约的存在 但是你现在说 这个道是与神同在 当然这是他的 开宗名义讲的东西 他后来讲得 非常的清楚 那你知道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有一个也在 主前五百年左右的 有个叫老子 对吧 他不是写了一个 道德经吗 他不是说 道可道非常道 真奇妙 也主前五百年左右 他大概比Herecuitus 多几十年 就快早几十年 他也说道啊 你要知道 当年提出来 这个道的时候 他的概念竟然差不多 但是中国人 是比较现实主义 他们比较理论 他们更是抽象本质的东西 我们讲的就要实用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孔子也提到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 读孔子 你知道如果你是跟我 这个同样年龄的 我们前前后后都要读 很多的孔子啊 孟子啊 老子啊 那个时候我们私下 都还读庄子啊 法家啊 我们都自己读很多这种书 他说我最当时 最不敢理解的是 孔子说招文道细史可以 我就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招文道细史可以 后来才知道 他的这个道 不是我们讲的道理 所以今天知道孝顺的道理 我晚上就死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孝顺了 对吧 所以他们讲的那个道 不是这种简单的道 他们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种 那种很整个的生命的 最重要的那些 他们也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个道 其实本身不是指道路 后来引申成道路了 可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道色 我跟你里面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必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思想 他们认为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理想 特别在中国人当中 我们必须把它实践出来 而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不能打折扣 因为一打折扣 就不再是理想 所以孔子说 招文道细史可以 我们能领来了 因为如果你要降低 我的标准 我就不要 那我宁可说 守住这个 今天就可以死 我常常在想说 哪里有一个人说 听到一个好的道理 马上可以死掉呢 可是 我是真的到这个年龄 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我真的觉得说 今天死是最好的 你们还年轻 不用跟我一样 我也不是怕死 真的不怕死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想去死 我不是 我只是说 如果今天死没关系 我该做的 我已经做了 做不到的 也不在我手上 对吗 你说要世界和平 那个是 那个世界小姐在讲的话 我们又长得不够漂亮 讲那个世界小姐 讲的话也讲得不像 对不对 而且他们讲那个 也是讲好听的 加分用 事实上 无论东方 无论西方 他们都有一个思想 他们认为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理想 不论东方也好 不论西方也好 当然以福所 在地理上 我们现在把它 画在东方 对吗 可是因为希腊思想 事实上影响了 整个西方社会 所以它称为 西方的思想 它称为西方的思想 我们现在可以想出到 上帝给我们 特别的恩典 就是这个道 就是这个耶稣 这个道就是 人想要得到的 一个理论 等于思想 等于实际 等于落实 这个logos 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 西方来说 它是一个本质 东方来说 它是一个思想 是一个理想 但是约翰福音 直接告诉我们 道是一个人 道就是耶稣 太初有耶稣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这耶稣起初 就跟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 耶稣造的 凡贝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我会告诉各位 你不懂这些东西 照样可以做基督徒 那你就是要 不要碰到 有困难的基督徒 这样懂了没有 可是当你碰到 真正困难的时候 其实你要 退到后面去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我常常跟基督徒讲 不用急得跑太快 不用急得发 发 你知道吗 发 你要能够撑住 你发有什么用 如果你撑不住 你发出来的东西 都没有了 因为一天就可以结束 所以里面的根基要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思想过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所知 不能等于你的所行 为什么你所欲 你却做不到 为什么你做了以后 你又会反悔 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 真正的答案出来了 生命 我们没有得到 真正的那个生命 那个真正的生命 就是道 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不仅在中东 第一世纪这个地方 有耶稣这个人 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他是一个 有形职的表现 而我们真正的信仰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达到上帝所创造 他对我们期待 应该有的样子 你知道 我是11岁信耶稣的 我16岁就跟神说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么好的事 没有这么好的事 没有像那些牧师 讲的这么好的事 上帝怎么可能 对我这么好 我说如果有一天 我确信了这件事情 我这一辈子 就要做传道人 我就做传道人 我一辈子传扬这个东西 有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不跟别人分享呢 让我花时间去做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能花时间 做这件事情 所以32岁的时候 感谢上帝 上帝让我 可以做传道人 一直到现在 超过30年了 我没有后悔过 不是没有难处过 不是没有贫穷过 不是没有失败过 不是没有挫折过 可是我却越来越有把握 那是因为那个生命 在我们里面 这个道 在我的里面 它是 它是 那个生命 是让我可以 可以享受的 它是与神 同在 参与 创造 宇宙万物的那一位 它不仅在中东 在2000年前 出现过 而事实上 在今天 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都可以得着 OK 这是第二件事情 我已经把道讲清楚了 第三 第三 第三就是讲的 现在是第二 今天的第二 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 是让人看见神 祂道成肉身的目的 让我们看见神 那我们看见神 我们来念这个经文 十四节 预备 请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如果你这一次听 有一点点不懂 很正常 你回去再听一遍 好吗 再听一遍 通常 我讲的时候 你大概要听两遍 才能够 比较容易理解 听一遍是比较难 当然了 我也可以为你们 比较简单的食物 一次就很开心 但是那个又不能持久 对不对 所以我 我选择这样讲道 OK 好 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 是让我们看见神 让我们看见神 因为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 好 会有人问 会有人问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 我这样子一年要走 十几个国家次 国家就十几个 十几个国家次 常常也碰到那个聪明绝顶的人 我以前都不理解 什么叫做举一反三 又不知道什么叫做文一之时 你知道真的有这种人 最近刚刚过世的那个泥匡 有没有 他就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 他就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 他问的问题你永远抓不到 你跟他讲这个 你知道吗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不是找麻烦 他问的问题是 你的这个statement 延伸很多以后 变成了那个问题 所以他常常问问的时候 我们都愣在那个地方 答不出来 还好那时候吴永长老在 那吴长老 他一问 吴长老也是很简单的回答 我们觉得说 他问的问题 跟我们这个问题没关系 吴长老回答的问题 也跟他那个问题没关系 你听个懂吗 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 然后他们两个都很高兴这样 尼匡到香港去之后 没办法聚会 他每次坐在那边聚会 动不动还站起来跟牧师说 你乱讲 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不懂人家 你听个懂吗 有的时候是人家不懂他 他不懂人家 是因为他想太多 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 人家不懂他是因为他想太多 那个人够不到这样 尼匡其实他后来 应该是信得很好 只是他的行为 可能有一些 别人不能接受的部分 这种人很多 你碰到那种人 他问的问题 那正好如果又在 我能解答的范围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种人那么快 我才讲 一他就问我15岁以后的问题 15年以后的问题 那是很舒服的事情 那是很舒服的问题 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相信的耶稣 他竟然是一个中东人 长得那个样子 或者他是一个 以色列人犹太人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这样的一个人呢 其实重点 不在他是什么人 而是他必须存在过 你听得懂吗 不在于他是什么人 而是他必须存在过 存在过你也可以存在韩国 当时没有韩国高丽 对不对 你也可以存在当时的北京 你也可以存在 这个巴布亚 新几内亚 你也可以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就是他刚刚好存在在那边 那目的是什么呢 他必须是一个 让人能看见的形式出现 他必须是必须让人能看见 所以约翰福音在这里写得很清楚 他说道成的肉身都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也就是说我们见过 就是有人见过 我今天也不花很多时间讲 当时见过的状况 他曾经来到人的中间 他住在人的中间 他是有恩典有真理 这些活的人 曾经见过他 这些活的人在他有生之年 没有一个人查出他有什么罪 你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中东呢 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这样子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 对不对 我跟别人说我看到了 别人也不一定相信 比如说我认识叶光舟 人家说叶光舟有什么了不起 你听不懂吗 那你叫他来给我看 没有啊 你在美国 我叫他过去 他机票谁出呢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三百年轻 比如我刚才讲那个 Hereguitus 你说叫他给我看 第一个你也没那么伟大 我要叫他给你看 第二个你不信也就算了 你听得懂吗 但是他必须要有个形式出现 他必须要有个形式出现 而问题在这边 所有当代活着的人 就根据记载 没有一个人指出他有错误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审判他的时候 指出他的罪 他自己说 你们当中有谁可以说出我有罪 没有 那他为什么被钉死呢 因为就是嫉妒 羞愧 相形见处 所以想杀他 那如果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 讲到罪的问题 那他就是故意诃我们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可是我问你 你对于宗教的研究如何 你知道所有的宗教 只要是正教 不是邪教 因为邪教本身就是做罪的事情 所有的正教都对于罪有定义 所有的宗教对于罪的定义 都让人知道 人是有罪的 没有一个宗教说人没罪 如果有宗教说人没罪 他本身就不是宗教 你不要说宗教 哲学也是 哲学不用罪这个字 他用善的不足这个词 善的不足 就是我没办法达到善 所以也说要止于至善 对不对 所以可见在人的里面 知道自己不够嘛 你只要稍微 有一点点的思想 你就会知道我们不够 我 六月多在美国 六月底在美国 跟十几对牧师在一起 那有一个牧师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 中国大陆出来的 也是博士 后来好像又念了神学博士 他讲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不一定只有在中国大陆有 当他讲一个观念 他说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 是无下限的 他说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 这个上帝我们就暂时用 这样子用上帝好了 这个上帝不一定要指耶和华神 耶稣基督好不好 我们这样 他说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 他是无下限的 然后他就讲一些事情给我们听 我是亲耳听到一个人 是有知识 有学问 他的脑筋清楚 他讲的东西有道理 我不是从书读来 他亲口讲出来的 他说你知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说 他说父母怎么不能卖呢 你讲清楚 什么叫父母怎么不能卖呢 他说我当然检举他 我怎么可能 他说没有上帝的时候 他讲到上帝 不必要是我们这个上帝 他说如果我没有道德 如果是唯物主义 如果是唯物主义 如果是无神主义 他说有什么东西不能做 他说 因为我不踩在你身上 就踩在我身上 我不卖父母 有父母不卖儿女的吗 我们说卖父母比较容易 卖儿女比较难 他说所以你还是有上帝的概念 你知道他那天讲完话之后 我愣在那一边 我说我消化不了 我说有一个break 我到外面走一走 我这辈子没想过这个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一般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有神论 有神论 不一定要基督教 我再讲一遍 有神论 就是说人在座天在看 对不对 他说当你无神又唯物的时候 他说什么事不能做 他说说谎刚刚好而已 他说卖人刚刚好而已 因为我不踩你 你踩我 我不弄死你 你弄死我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罪这个问题 在宗教里面是一定确定有的 就是人就是不足 可是耶稣说 你们当中谁是可以指出 我有罪来 这个历史的事实 让我们看见 这个道就不是一个观念 不是一个本质而已 这个道是一个实质 这个道是一个实质 是一个真实 这里说道成了肉身 其实在人的理念 这两个是矛盾的 就是肉身是一个形式 肉身是一个形式 道是一个实质 还有道是一个观念 肉身是一个存在 是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 所以道跟肉身 怎么能结合呢 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 就是耶稣基督是曾经 道成了肉身来的 道被放在肉身的里面 我希望你能够记得 因为下面讲的东西 就是那个答案 因此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以后 这个道就进来里面了 这样明白吗 你要知道这样我们才有希望 因为耶稣曾经是 道成了肉身来的 今天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时候 重要的是那个里面的 那个生命 而不是外面的那个表现而已 因为那个表现可以慢慢达到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的时候 那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这样理解吗 所以说真正的就是那生命 我继续讲下去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有一个把握 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那个真正的反应 就是让我们能够在 实质和形式上面的落差 越来越少 这样明白了吗 实质跟形式的落差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外面活出来是一个形式 但实质在我们里面 如果那个实质真的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只要你肯 那这个前提已经解决了 就是它会发生 第二就是你肯不肯了 因为我们仍然可以里面有 但是外面不做 是不是这样 我讲这个东西 它不仅是个理论 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 我敢说 我敢说我的生命越来越好 我以前不敢 人家会说你骄傲 不过没关系 现在是我在骄傲 你也不用担心我 对不对 我以前不敢这样讲 我怕别人说我骄傲 我现在说 如果我讲的是真实的 我何骄傲之有 对吧 而且我又不是讲我厉害 我是讲神厉害 祂在我里面 我以前不敢跟别人说 光州你要学我 我不敢这样讲 别人说我干嘛学你 我现在敢跟别人说 你学我 像我让里面的耶稣 在我里面长大一样 我没有要你做什么 所以我不常叫别人做什么 我更多是让别人知道 我在想什么 以及我要怎么做 那这样子的生命 是一个很舒服的生命 而且你也知道说 你外面跟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距离 你知道吗 外面跟里面 它有一个距离 这个里面 从神来的生命 外面是我们 彰显出来的样子 那你尽量努力的 就这两个靠近 这两个靠近 这两个靠近 那靠近的方式 就是你外面的形式 越少装越好 对不对 那里面的实质 就是让它 不要受限制的长大 这样是不是靠近了 听个懂我讲吗 那如果你懂这个东西 你的生命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为你不会 因为这次没有做到 你就把你自己恨得要死 你不会这次没有做到 你就恨得要死 因为那个东西 本来就存在了 我们的极限 而上帝的生命 长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本来就做不到嘛 所以你就不用装了 这样 对我而言 可是你就要努力 让里面的东西长出来 你知道 这两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注意听到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是真正的笃定 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能够明白 慢慢慢慢的这样子 曾经有一个人 搞我一个问题 他跟我说 他说无限的神 怎么能住在有限的人里面 哇 这个问题也让我想了好几年 无限的神 怎么能住在有限的人里面 对吗 当然第一个是他愿意 第二个当他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无限的神 能够拓展的人嘛 明白吗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很有盼望吗 我们很有盼望吗 因为无限的神 住在我这个有限的人里面 你只要不限制他 他就长起来 就把我们推出去了 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要不要保持那个空间 就是保持不让他推动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你肯不肯的问题 下面讲的更难了 我就不要了 不要了 这样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 差不多了 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做呢 再讲一点点 我不要在理论上讲了 我就再告诉你们说 相信耶稣使我们得到生命 相信耶稣使我们得到生命 相信是接受的意思 相信是接受的意思 简单来讲 接受就是我把这东西送给光州 光州说好 他拿走他就接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笔就变成他的了 是不是 这很容易懂 早上有吃早饭的请举手 情况下 有喝水的请举手 有的人反应慢 这样子 我问你 你吃东西的时候 吃进去了没有 你后来又把它吐出来吗 它就进去了 它就进去了 当它进去的时候 它就在你的里面了 它就消化了 就变成你的生命了 所以什么叫做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话 在约翰福音后面 过几个月我会跟你们讲 他说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有毛病啊 我们又不是野人 对不对 我干嘛无故吃耶稣的肉 喝耶稣的血呢 对不对 而且他的肉 他的血够我们大家分吗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把我接受到你的里面去 你放我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全世界最舒服的一件事情 最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有钱人跟穷人是一样的 我不是因为自己没有钱 我故意讲有钱人的坏话 我不是 我可以告诉你 有钱人比穷人更容易不满足 更容易不满足 很多穷人就说 我这样就够了 对不对 我多一件被我就够了 我可以去什么地方玩一下就够了 他们不是 他们从这里玩到那里 那里玩到那里 然后每顿要吃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要 我心想事成 什么叫心想事成 我要到哪里就要到哪里 然后最后就是买一架飞机 所以比较快嘛 对不对 可是他永远不够 但是他的相反就是躺平 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是 当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呢 我就让他在我里面 长大 长全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 这本来就是神要做的 所以重点不在于 重点不在于 你做什么工作 真的 重点是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在你的里面 让你把这样子的生命活出来 听得懂了吗 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听到一个人跟我讲 那是我在台湾 十几岁吧 二十岁吧 他说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去读书 他说 他们教会门口有一个 发那个 那个bulletin 节目单的人 他都穿得很整齐 然后就要在那边发节目单 每一个人他都很客气 很气 那他是个留学生嘛 在去念PhD 他在台湾已经念完了这个硕士 去那边念 他就在那里发发发 发到后来呢 那是一个外国人 就穿得很正式 他就心想说 这一定是我们学校的教授 才会这么的 这么的这个样子嘛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是 他是清道夫 他是清道夫 就是他是扫地的 在马路上扫地的 清水沟的 然后他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 从那时候 我羡慕做那个清道夫 比我羡慕我读研究所 我在大学教书还羡慕 因为他做一个清道夫 他到礼拜天的时候 他就穿了一个衣服 他就出来发那个周报 而且笑咪咪的 可是我呢 我在大学教书 可是呢 我恨这个恨那个的 然后看别人都不顺眼 全教会就是我最努力 你听得懂吗 我讲的是真的事情了 那是我在临生南路服事 全教会就我最努力啊 客观上有可能是啊 因为那个时候 谭博博不在 吴博博没来 我都是第一个进去 开冷气 开灯 开所有的窗户 还要先开水塔 才可以打冷气 对不对 不然我要水塔 早期的你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哪一个灯不会亮 开关在哪里 我什么都知道 然后最后一个走 因为我是师班的 全部人都走光了 我还要寻一遍 因为那时候 吴博博博还没来 我就觉得我最 我最 我最 了不起 我最认真 只有我一个在服侍上帝 可是我越这样想 我越生气 你听得懂吗 本来你应该说 哇 真是太好了 上帝给我这个恩典 我可以服侍他 可是没有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 生命 神缘来所赐给人的生命 已经失去了 因为我们生命的失去 所以让我们的所事 不会等于我们的所行 我们的所知 却不能落实 可是当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见说 原来人 一个人 可以活出 神让他活出来的样子 然后我们把他接受 其实就是 接受他成为 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 他的里面 就在我们里面了 他的生命 就在我们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慢慢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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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发现 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 最要紧的就是 肯 肯 如果我有一个感动 如果你还没有感动 就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心里 有个感动 感动 感动也不是个 专有名词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感动 比如说 我今天看到怡君 然后我有个感动 想问他说 你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你不要去 那就是 没有肯嘛 但是如果我过去 跟他讲两句话 这就是感动 如果神真的 像圣经说起来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然后神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就去做 你知道有多美好吗 那你就习惯了 习惯了 那你知道 我们本来有个习惯 是保护自己 对不对 或者就是说 趋利避害 这是人的习惯嘛 这是舒适圈嘛 这个是我们的 自我保护嘛 可是如果你有个 感动的时候呢 你透过你的意志跟理智 稍微弄一下 然后你说我肯 你试试看 我这几年花了很多时间 练习这件事情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是十个没有一个嘛 对不对 现在大概可以有七八个了 还不错 还不错我告诉你 那感觉就是 让他在里面 越来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这样 那反正 这个是要try and error的嘛 如果他是上帝 我是人本来差距就很大 我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是不是 可是没关系 我愿意 我愿意 因此相信耶稣使我们得着生命 那我不讲下去了 因为我下次还有机会 再慢慢跟你们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 但起初 起初的第一步就是说 我愿意 我愿意 那这个愿意 我们一直在想到 什么时候我能做到 再来愿意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我精确地告诉你 我们没有做到的一天 即便我现在也做不到啊 我现在只是靠近靠近靠近 对不对 所以不要等到说 我理论研究清楚了 你不必等到那天 第一 理论不清楚 我现在讲的还不清不楚呢 那你要再搞清楚 搞到什么时候啊 第二 你反正是做不到 你还不如试试看 这样 就是我愿意 起初就是我愿意 所以信这个字 就是接受 我上次也讲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介绍我认识另外一个 一个人 那个人也蛮厉害的 那个人就是后来 我想你们在律师界就知道 就是那个Bill Gates 他爸爸是不是有一个律师 在台湾有个律师事务所嘛 他是那里的 他就是那个房 他来台湾建立的那个人 他那天跟我聊聊聊 聊聊聊 我就跟他聊 很年轻 我觉得 大概五十多岁吧 他就跟他聊 后来他就不做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想做这个事情 他就跟他爸爸弄一弄 他就跟他爸爸说 我已经满足你的需要了 所以我现在可不可以去做做 我想做的事 他爸说好 他就把事情做完了 他就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接受 那他只问一个问题 他如果我接受了 不要怎么办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怎么接受就怎么不要 这样听个懂吗 所以如果你的接受是 如果你的接受 比如婚姻也是这样子嘛 你签对不对 登记 那你不要就怎么样 就撤销嘛 对不对 或者去法院 或者去登记的地方取消嘛 因为上帝已经都愿意 所以愿不愿意 只在我们这边了 这样听个懂吗 如果我们要离开他 他也没有选择 他也不会选择 他不会强迫我们 不会 所以起初就是愿意 你知道吗 这个愿意这个词会 last for last for the end of our day 也就是你 anytime 你只要说我不愿意 就解决了 可是 这也要一直愿意 你听得懂吗 那你这样才会长大 因为 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他会长的 他会长 我愿意 他就长 愿意 他又长 你的容量越大 他就会长 你多舒服啊 到最后他就贴着你的肚皮 我常常这样开玩笑 我说你看 所以肚皮长出来也没关系 我 我 金城大哥是不会同意我的了 我会努力 好 来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 其实 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但是从了圣经 我们知道原来是你要给我们的 要给我们生命 要给我们经历 其实我们人生 春夏秋冬 酸甜苦辣 顺利难过 都有你特别的恩典 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相信你 接受你 经历你 让你充满在我们里面 主要 约翰福音很难 但是我很乐意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 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只要知道怎么活 而且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活 这样我们就会在挫折当中 我们仍然愿意坚持 在失败当中 我们仍然愿意站起来 而且在顺利的时候 我们不会骄傲 这个是最重要的生命的道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 谢谢主 我们仰望你 感谢你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特别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 有确诊的 求你与他同在 透过这次的确诊 他的安静 他的受苦 他在吃药的过程 让他更多的经历你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好 好